哈喽大家好,我是长烈 前一段时间很多人都在嘲笑陈平不等事 我承认数字上陈平说的可能并不严谨 但本质上并没有什么问题 前几年在日本生活 我喜欢称日本是万恶的资本主义 这是我亲眼所见得来的感悟 其实不光日本,欧洲美国也是那样 最近我发现有不少人仍旧执迷于完美的国外 沉浸在美国、日本、欧洲驻华公知描绘的美梦之中 这些人张口闭口都是外国人过得比中国人好的说辞 他们全然信了资本家的谎言 那么现实真的是这样吗? 答案显然不是 事实上如果仅从汇率换算后的货币面值进行对比 公知们所描述的高收入的发达国家的确是存在的 但这忽略了当地物价、生活支出、实际税收 影响大众财富积累的这些因素 那么老铁们 咱们今天就系统性的从税收额度、隐形费用、公共费用、物价水平等多个角度 详细剖析一下便能发现这背后的毛腻了 很多人都知道发达国家福利好 但却很少有人提到高福利社会背后的高税收政策 事实上发达国家的高福利制度就是建立在高税收政策基础上的 与其说是福利制度决定了高税收 还不如说是高税收被以虚空的高福利所美化 那么这个高税收的高到底有多高呢? 根据整体的情况来看 各高收入国家扣完税后民众兜里的钱都没了将近一半 月工资中扣除个人所得税、医疗保险等杂税之后 只剩下50%左右的实际收入 日本收入水平咱们聊过很多次了 大学毕业生税后到手也就十几万日元 也就七八千、八九千人民币 这样的收入放在东京的物价上 就问老铁们生活可能容易吗? 那么离开日本看看欧美 整体税前月收入平均在三千欧元上下 也就是两万人民币 但扣完税呢 很可能就剩下一万多人民币了 比如在德国、意大利、法国 这三个欧盟轴心国 普通老百姓三千欧元的工资 实际到手只有一千八欧元左右 也就是一万多一点人民币 而且这只是平均水平 很多底层的人都达不到这个收入水平 美国的税收情况或许略好于西欧地区 但对中产阶级的税收性剥削 也是很恐怖的 例如在加州 普通的正常家庭如果月工资在五千档 那么到手的也就只剩三千五百美元了 和西欧国家差别其实也不算太大 税收繁重才是这里的真实 那很多人可能会表示 一两万人民币月收也足够了呀 因为很多人会单纯地以为 这一两万人民币在欧美和在中国花是一样的 可事实并不是这样 刚才说了第一刀被砍掉一大截的税收之后 还有更多的税收与杂费 会一步步把你的灯塔国美梦掏空 例如在欧洲 尤其是西欧的高收入国家 用被砍掉的一大截工资去消费 还要面临各种层出不穷的万税项目 这其中最让人头疼的 是附着于消费者身上的高额的消费税 这一税率日本马上就要调整到15%了 而欧洲普遍在20%上下 例如法国德国大概是19% 而意大利则超过了22% 这一无处不在的消费税 也让下馆子变成了奢侈 因为高昂的餐饮消费税 对吃货们一点都不友好 例如在意大利 吃100欧的餐 还要额外缴纳22欧的税 这也就是为何总有人吐槽在发达国家 不敢轻易下馆子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高昂的消费税还不是全部 住酒店要额外支付城市税 这一税额大概在几欧元到十几欧元不等 约合人民币几十块到一百多 这些钱虽然不多 但普通人每个月到手就一千多欧 还这样扣七扣八的 哪还能宽余得起来呢 更让人受不了的是 关于居民能源使用方面的服务税 早前有旅美华人解读说 美国虽然电费不贵 但却有额外的服务税收 只要你家签了电 有没有用都要交这笔钱 其实美国这方面还算好的了 真正能源这方面过分收费的是西欧国家 相关费用绝对能力压全球 比如在电费收费方面 以能源收费最过分的三个国家来说 俄乌冲突之前 电费均价在2-4人民币每度 是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数倍 而这还不仅仅是能源费用高 服务费还没算呢 长连有很多同学都在欧洲 2017年的冬天 因为长连同学同屋的中国市友 第一次来到美丽的发达国家 在懵懂的状态下 偷用1000瓦的取暖灯过冬 虽然仅夜间使用 但一个月后 仍然收到了高达近400欧的电费账单 约合3000人民币 加上煤气费用 一个月内 他们便收到了大概4000人民币左右的能源账单 这可是2017年的数据呀老铁嘛 此外 即便无人居住 在正常耗电的情况下 相关的基础费用也是高昂的 比如2021年1月 我那个同学要回国了 所以租住的屋里一切从简 只有热水器 冰箱等家电在耗电 按理说 这样下来电费应该不高 但一个半月后 那个同学回来了 电费账单接近100欧 其中额外加售的供电服务税就高达18欧 除了这些过分的税收杂费外 房租贵也是掏空西方中低阶层的一个重要因素 比如在房租相对便宜的德国法国意大利 一个规模不及中国县城的城市 由于税收高 一间小卧市的租金就高达300至400欧 约合2000多到3000多人民币 而有地铁的中型大型城市 价格是翻倍的 甚至是数倍 2020年疫情期间 欧美街头流浪汉激增 这就是背后的现实原因 那么有自己的房子是否就能逃避高税收了呢 答案是你想的没 因为在多数发达国家 即便是全额购买的永久产权房 也有被绑定的高额房产税收项目 通常每年在数万人民币左右 比如在美国一些州 一套50万美元的房子 每年需要缴纳1万美元左右的房产税 还有一些资本主义社会的免费医疗服务 整体上也是虚空的 导致一部分人额外的医疗费用也是比较高的 例如一个骨折患者在公立医院 因为要排队 其手术被安排到了半年之后 半年后都涨上了 还手术干什么呢 因此他们不得不去收费高昂的私立医院紧急手术 而这笔费用是要自掏腰包的 再有多数地区基建水平差 除航空业外的公共基础交通并不算发达 乘坐公交地铁费用也相对高昂 比如城市公交价格往往是中国的数倍 甚至十倍 搭公交车的钱在中国能打出租车 因此一些人不得不买车养车 这又是一笔巨大的开销 如此种种 各种潜在的杂费税费都在不经意间的 掏空每一个看似高收入发达国家 中低阶层老百姓的钱包 也因此在发达国家越越无余前 成为了他们社会的常态 而这些都是所谓发达国家 资本主义高福利国家 相对普遍的真实一面 而除了花销 影响我们生活水准的就是收入了 很多人认为工资越高 人工越贵就是好事 因为单纯的认为 自己在那样的环境里 就可以赚更多的钱 以改善生活 可他们忽略了一点 当你个人劳动力升职的同时 别人也在升职 社会的整体消费标准也提高了 总的来说就是 不能单纯的以劳动力价格上涨来论好坏 要考虑时间过程中出现的利弊问题 这就好比十年前 你的工资是三千块 李一次发是二十块钱 十年后的今天 你工资涨到了五千 但李一次发变成了五十块钱 这就不能单纯的说你钱变多了 所以就变得富有了 很有可能劳动力升职之后 你的日子过得还不如以前了 发达国家 人均高收入 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因为人工成本贵 自然就导致了 公共服务费用成本也高 比如同样是去政府 部门办事 中国养一个窗口的工职人员的费用 每约大概是几千块 而西方发达国家则普遍是两三万 日本是一两万 买单的都是老百姓 这种差别带来的现象差异 就是在中国政务服务窗口办事 基本免费 打印材料也都免费 而在西方国家的政务服务窗口办事 经常被以各种名义 收取印花税 服务税等 收上去的相关税费 也就是用来发放这些高价劳动力了 咱们在以西欧部分地区为例 普通人税后 人均收入差不多是一千五百欧 每次接受服务 要掏出十几欧 甚至几十欧 底层老百姓 哪有那么多钱呢 除了政府服务成本高之外 凡涉及人工服务的 其实都很贵 比如在中国大车 上下车十分钟不到 撑死也就十几块钱 同样的距离在西欧高收入国家 普通城市少则一百人民币 旅游城市多则三四百 日本的出租车更是夸张 我在日本十一年 打车的次数没有我在国内 一个月打车的次数多 再比如我那个同学 买了一辆一万多欧的二手车代步 后来车头装珠子上了 引擎盖敲起来了 看那情况在中国撑死几千块就能解决 但在当地的修车行给他报价 却是七千多欧元 吓得他把整个车都给扔了 这也是单纯的人工成本高所知 长脸之前还分享过一个事吧 说的是那个同学家里安装热水器 洗衣机以及空调的事儿 当时的情况是 每个师傅上门瞄一眼就走人 走的时候收你五十欧元 三百五十块人民币的上门服务费 而且什么都没做 最感人的是热水器六百欧元 安装费药一千欧元 安装空调也是一样的情况 人工费高得吓人 对于绝大多数家庭而言 这样的人工服务费用实在是太高了 根本就不敢随意去消费 至少不能像中国人那样 相对轻松的享受这样的服务 那么问题就来了 社会整体服务费用高的同时 不应该是每个人的收入也更高吗 怎么会出现这种失衡的现象呢 问题其实出在了税收 在高额的税收制度下 消费者一大截甚至一半的收入 被政府部门取走了 而砍掉一大截的工资 所要面对的物价 却也没有相应的变少 因为企业的人工成本摆在那呢 简单的说 就是社会服务费和商品定价 整体是按照每个人 三千欧元的工资定的 但普通人税后拿到手的是一千五百元 普通人揣着无冒钱的工资 生活在按一块钱的定价社会里 在按三千定价的这个环境中 企业方及普通的劳动者 都没有尝到真正的甜头 普通人三千欧的工资 百分之五十 被政府第一次征收后 剩下一千五百欧元 还要应付各种日常税收 老百姓能用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这看起来很过分 但他们会告诉你 这是为了提高福利和国家建设 这只是一个模型 现实中可能会有其他微妙的变化 但本质是不会变的 千回百转之后 买单的都是底层民众 这也就是西方民众 包括日本民众 普遍没有存款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了税收高 服务费用高 吃喝生活成本也高 餐馆撸串 近乎奢侈 在很多海外博主的图文视频内容中 我们经常会看到 他们强调国外物价便宜 而佐证的证据 基本上都是 美国超市的面包 牛奶 鸡蛋 都很便宜 或者日本超市里的纳豆 豆腐 鸡肉 都很便宜 再或者是 欧洲超市里 几十欧元就能买一大车的食物 不得不承认 他们所言非虚 是真实的情况 但这样的真实 是偏偏的 因为这些人不会告诉你 真正便宜的东西 就那么几样 很多还是垃圾食品 转机烟食品 激素产品 而相对健康的 高端一些的食物 价格往往不菲 就比如在欧洲连锁超市 一欧元能买到一整袋 工业封装切片面包 不仅热量高 也足够添爆 一个成年男性一天的肚子了 再比如 我在日本超市里 曾买到的鸡腿 三四个烤好的鸡腿 相当于20多人民币 确实很便宜 但我会告诉你 这不代表全部 这些鸡腿和西方快餐产业的鸡腿一样 来自基因改造或工业卫食的素身鸡 如果你没有钱 你就只能吃一些热量高的素食品 但如果你有点钱 那么你就能改善一下生活了 比如买昂贵的手工面饼 或者来几片奢侈的西班牙火腿和新鲜的和牛 至少与其税后的整体收入相比 确实是失衡的 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餐饮 工业们绝对不会告诉你 富有的发达国家的人天天下餐馆吃大餐 因为那种情况在他们的普通家庭不可能存在 你若质问他们 他们可能还会哄骗你说 人家更想在家里和家人一起享受美食呀 而事实上呢 其实是因为餐馆真的太贵了 要想像中国人一样 天天撸串子 下馆子 点外卖 或者大鱼大肉买回家 做大餐 吃的像中国人一样丰富 发达国家的普遍家庭可能会吃到破产 当然美日欧的人偶尔吃几顿好的饭菜 也改善生活的情况是存在的 但像中国人一样 那么频繁的吃大餐 过日子是不现实的 发达国家老百姓手里普遍没钱 还有一个理由 他们的财富观念相对淡薄 他们普通民众到手的钱真的不算厚实 甚至可以用拮据来形容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 但比税后拮据状态来得更让人揪心的 是资本家忽悠下的负资产状态 这种状态通常建立在超前消费的基础上 简单的说就是资本家借给你钱 哄你买买买 然后你再不停的打工还钱 我一个开超市的朋友 店里请了一个法国小哥当导购员 而这个小哥已经向店里预支了三个月的工资了 用来购物下餐馆以及旅行 咱们中国人可能很少听说贷款度假这个词 但这个词在西方社会却是常见的 在这种普遍的非理性消费环境中 本就到手财富不多的普通民众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存钱 因此当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 西方社会中底层民众根本毫无持久耐力 没钱能怎么办呢 所以该流浪的流浪 该暴乱的暴乱 在日本那就该自杀的自杀 没几个人忍得了封城带来的冲击 老铁们 长脸聊这样的话题 不是为了贬低谁 也不是为了抬高谁 只是希望能让更多人可以真实看待这个世界 而不是吹国外啥都好棒棒的 跟仙境似的 那就有点过头了 能让中国进步的不是拔高别人的吹捧 也不是贬低别人的丑话 而是能真实的看待这个世界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才是我们应该走的路 看更真实的世界